繼續新聞時間 港鐵南港島線明天通車 由南區居民說會提早出門口 有區內的酒吧營運商預計 新線開通後乘客會大減 希望調整路線 加強點對點的服務 興建超過五年的南港島線通車在職 又在九龍工作的南區居民說會提早出門 香港仔隧道一定會失車 但如果南港島線通了 可能失車時間等同於地鐵繁忙時間 又在銅鑼灣工作的居民說 若改搭港鐵要在金鐘站轉車 會照樣搭巴士上班 轉得來 我快過去很多 你走一轉又轉 你沒甚麼分別 南港島線一共五個車站 由海宜半島 京利東 黃竹坑 海洋公園到達金鐘 車程大約11分鐘 港鐵由內地引入10列 三卡無人列車 繁忙時間大約三分鐘一班 有當區區議員說 單系海宜半島和鴨利州村 已經有大約五萬人口 擔心列車不足以應付 每一次乘客流量 只能載到六百七百人左右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些擔心 早上繁忙時間會比較擠迫 就算說第二有可能加第四、第五卡 聽他們現在的資料就說是加不到的 有經營區內小巴線的營運商 預計通車後生意會減少三成 很多旺角車來到香港仔 或者中環來到香港仔 那些客人都是戰車過去 尼東車可以半島或者和足坑的 那三成是大部分離子乘客的 張漢華說會跟港鐵談談 看看有沒有維新開的接駁路線 明天早上六點正由海宜半島站開出 而金鐘站第一班開去海宜半島列車 就開早上六點十一分 五四個女人在整奧泳